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沖煮攻略 上一期跟大家聊了 加了威士忌的酒精花飾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另外一種酒精花飾的很大一個類別 就是加了陳啤酒的 陳啤酒其實可能在 如果各位常常調酒的話 就知道陳啤酒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利口酒 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經典的調酒飲料都會加陳啤酒 當然陳啤酒有分非常多種 那有比較濃度比較高的大概40%的 也有比較低的大概16-17%的 但是總而言之呢 他們就是利用柳橙皮來做釀造的一種酒體 當然很多做法當然各有不同 風味上甜度啊酸質都有不太一樣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個比較通用的一種做法 就是陳啤酒咖啡 那一般來說呢陳啤酒 如果各位在咖啡店常常會把陳啤酒 放到拿鐵裡面做成陳啤酒 但是呢各位在居家裡面想要做陳啤酒拿鐵的話 畢竟你可能沒有意識機會難度比較高 所以呢學長今天教大家的就是用 手沖咖啡加陳啤酒的這種很簡單的做法 但是其實在風味的表現上面 一點都沒有輸陳啤拿鐵 因為畢竟嘛陳啤拿鐵它也是加了很多的牛奶 所以陳啤酒的風格呢也沒有辦法很彰顯 反而是今天我們很單純就是咖啡跟陳啤酒 這兩種飲品混合在一起呢 無論是咖啡或是陳啤酒的風味 都能非常清晰的表現出來 更適合各位如果比較喜歡喝金瓶 手沖或是單瓶咖啡的人來說 那當然陳啤酒 比如跟威士忌比較起來 陳啤酒呢也是甜度比較高 香氣呢比較宜人一點 所以也比較適合女生 或是比較不那麼愛喝酒的人來使用 威士忌畢竟還是比較強烈一點有個性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陳啤酒呢是 甘蔓儀的甘藝甜啤 甘藝香橙甘藝甜啤 那甘蔓儀呢也算是一個有名的品牌 那如果各位常常聽到另外一個 也很有名的品牌叫做菌度 也是可以使用的 他們兩個都算是白蘭蒂系列的陳啤 那當然其他系列的基本上也都可以使用 那甜度的不同呢 大家稍微做一下調整 基本上都可以符合我們的使用 那豆子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選用的是淺焙豆子 因為有別於我們使用 威士忌的時候我們使用中生焙 因為威士忌的味道本身非常的重 那陳啤酒呢其實它柳橙的香氣啊 或是它法蘭蒂底 多多少少少有水果味的調性 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們使用中淺焙的豆子 來搭配陳酒呢 其實特別的好喝喔 不太需要用到中生焙的豆子 反而中生焙的豆子 多多少少會比較多有一點點的 焦糖甜或者是會有焙味 或者是有比較後半段的味道 其實放到陳酒上面呢 有一點點可惜喔 那水粉筆的部分呢 我們也不要太誇張喔 大概1比13左右 比你平常沖的咖啡 略微濃一點點就好 也不要濃過頭 其實沒有那麼好喝 略微濃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準備工作好了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準備沖煮了 那我們先準備咖啡豆 那我們使用的是淺焙的水仙 水仙 這是非洲的豆子 以索比拉的豆子 那我們一樣使用20克 那研磨度呢 可以比平常所使用研磨度呢 稍微細一點點 但也不要細太多 譬如說你平常用4 可以用3.5 稍微細一點點就好 增加一點點口感的部分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小富士平刀 那我平常使用的是4左右 今天我使用3.5 那如果你是用小飛馬 或者是小富士的鬼池的話呢 你可以用4.5左右 以平常略微細一點點就好 那今天沖煮搭配的是推粉法 推粉法其實相對來說難度很低 而且它的酸質也不會表現得特別的強 就是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很適合用來做酒精化式 好 開始 那我們先做悶蒸 中間給水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40CC的給水 那我們一樣悶蒸時間悶30秒就好了 不用太長 原則上呢 前半段我們還是要做一些香氣跟果酸的 因為其實這種陳啤酒呢 你不太需要太擔心說 它的酸質會跟它不搭 其實它就是非常的搭 所以做一點果酸 整體喝起來會比較活潑比較好喝 好 然後第二段我們開始推粉 好 中間給水給下去 然後呢泡泡出來以後 把你的粉 咖啡粉呢 往你的粉牆上面推 一直給到大概160左右 好 160的水 好 然後等它流亡 這一段呢會做出大量的果酸 還有香氣 然後後半段呢 我們要分三次段水 這三次段水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口感 多做一點點出來 所以我們會分比較多次 一般來說呢可能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我們前半段已經做了很多的香氣 太酸質了 所以後半段呢 我們就用多次段水的方式呢 把口感再墊出來一點點 這樣搭配酒精花式的時候呢 你的咖啡的比較不會比不過去 比較不會被蓋掉 好 快流完的時候呢 好我們分三次段水 好 輕輕繞就可以了 一次30cc 好 30 好讓它慢慢流完 可以看到這時候的給水流速呢 是比較慢的 但是這個很好 好 因為它流速變慢了 你後半段的口感會比較扎實一點點 所以醬子搭配起來呢 會比較好喝 好 第二段30 好 好 30 然後可以看到 第二次也是流速也是很慢 但醬子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每次給的量也不多啦 如果你給水很多 它的流速也這麼慢的話 就很容易有出骨色感 但是我們每次量才30cc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 第三次 三次 好 整塊流完 好 流完了 第三次 好 中間給稍微 多一點點 第三次 中間給多一點點再往外繞 好 往外繞 大概30左右 我們整體激醬 大概是250-260之間 所以我們分水比大概是1-12.5-1-13左右 會比我們平常的1-15 再濃郁一點點 也是因為它要配酒精花式 所以你就稍微做濃一點點 你喝起來比較Balance 味道也比較不會被陳酒乾掉 好 整體沖煮時間大概是3分半左右 比我們平常的時間略長 也是因為我們後半段斷水時數很多 而且淹沒度也比較細一點點 但是不用太擔心 只要用這種手法來煮 你也不太會有苦澀味的問題 那我們咖啡的部分 沖煮完了以後 我們還要做陳酒的部分 那陳酒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經過火 來讓它的酒精軟化一點點 當然 如果你的陳酒選擇 是酒精用度比較低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熱一下下就好 那像我們今天選擇的這個乾麥泥 它是40度的陳酒 算是捲捲度很濃的陳酒 那當它開始冒煙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讓它燒大概1分鐘左右 這樣子你的酒精的濃度 不會喝起來那麼的強 你可以選擇鋼杯 或者是像這種土耳其壺 或是小鍋子 都可以 只要你可以在家裡面可以加了就可以了 使用的CC數也是30CC左右的陳酒 OK 那陳酒呢 它本來就是蠻甜的 一般的陳酒都蠻甜的 所以呢 我們糖的部分呢 一定可以加的少 稍微少一點點 像威士忌呢 因為它的甜度本來就沒那麼高 它可以單喝 比較不像是香甜酒 所以它可能要加到5克左右的糖 但是呢 陳酒本來就已經蠻甜的 所以呢 我們大概加2克的糖就好了 好 2克的糖 但是呢 無論如何 就算陳酒它的甜度比較高 建議大家還是要加一點點糖 不然的話呢 你的風味呢 酒跟咖啡有時候會濃不起來 那這樣喝起來 酒是酒 咖啡是咖啡 這樣喝起來其實就很呆板不好喝了 所以無論如何 建議大家還是要加一點點糖 然後稍微攪拌均勻 OK 好 完成了以後 準備開火 好 在煮的時候還要小心 小心手後 可以看到 我們一開火以後呢 馬上鋼杯就已經 有霧了嘛 代表說它已經在加熱了 那大概1分鐘左右呢 30CC的酒呢 就會開始冒煙了 就大概到了80度上下 這時候呢 可以再燒等大約 十幾秒鐘 讓酒精稍微揮發一點點 就可以關火取下來了 如果你很怕酒精 你是想要取成酒的香味 但是不想要太多酒精的話 可以煮到30秒到40秒 這樣呢 成酒的酒精呢 幾乎就會退得差不多了 就喝起來呢 就只剩香氣了 但是這樣說實在 喝起來有點可惜啦 畢竟 酒加咖啡 還是有一點點酒的感覺 喝起來其實會比較有意思的 OK 聽到齁 可以看到我的糖呢 做到在叫 然後煙已經馬上呢 就已經冒煙了 就大概已經煮到80度 因為酒很少 然後冒煙以後 大概等個15秒鐘左右 然後看看 冒泡泡了 等個15秒鐘左右 就可以關火了 太酒的話 就會用味道 很可惜 好 然後現在陳啤酒味道非常的癢 OK 關火了 OK 關火 可以看到我們的酒都已經霹哩啪啦在 有點像沸騰的狀態 然後醃也很顯著 好 那我們陳啤酒部分就處理完了 OK 好 現在我們的咖啡跟酒都已經處理好了 那加起來的時候也很簡單 就只要把咖啡 全部的咖啡跟酒呢 混合在一起 好 就完成陳啤酒咖啡了 如果你要想在維也納喝類似的咖啡的話 他們叫做瑪莉亞特莉莎咖啡 其實就是陳酒加咖啡了 但是一般來說呢 如果你在歐陸喝到這樣的咖啡 通常都是很烈的啦 他酒加很多 其實都沒有經過過火的 所以喝起來會有點受不了 但是在台灣的話 就可以經過過火這樣的過程 讓你的酒精跟咖啡做更好的融合囉 濃度非常的剛好 這個濃度配陳啤酒 他喝起來比較薄 不會那麼烈 所以這樣的手沖配這樣的兩格的濃度呢 搭配在一起非常的好喝 那冬天你喝一下一杯 真的是可以暖好幾個小時 讓你覺得非常的舒服 好 那我們今天的陳酒咖啡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如果各位有什麼其他想要了解的酒精花式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學長的頻道 把這麼好喝的酒精花式咖啡呢 推薦給你的朋友喔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